大家好,正文开始之前,麻烦大家点击订阅,我们会把更优质的内容分享给大家 3月9日上午,台湾媒体报道了此前金门失联士兵的行踪 媒体用获救来形容了这名失踪士兵被发现的过程 但实际上,分析人士指出,这名陈信士兵很有可能是因为金门部队里没有食物,被逼无奈而投诚大陆的 此前媒体报道,在金门二弹岛发生丘人事件,台军守备队一名陈信士兵突然失踪 这一事件已经引发外界关注 相关消息显示,这名台军士兵平时也比较安静,没有人际关系矛盾 但也不知道为何这一次带着手机和钱包就自行离开了 虽然他的手机信号一度被定位到,但是人却如同人间蒸发了一般,一直找不着 为了尽快寻获这名石勤兵,台军方面联络了陈某的父亲,到当地一起寻找 而由于二弹岛只是一座岛屿,因此有人猜测失踪人员游泳离开,甚至是游往大陆的可能性 但台军坚称,此时游泳将面临失温危险 而岛内海巡署则联络了大陆,希望大陆帮忙找人 二弹岛距离厦门仅4.4公里,这已经是肉眼可见的范围了 考虑到海流方向,这名士兵如果下海游泳,则可能会被冲到厦门 因此,大陆也已经出动海警力量,帮助寻找失踪士兵 而台军随声称,大陆海警可能已经救起了这名士兵 该士兵可能穿着救生衣,试图游到大陆 但是中途体力不支,至于是投诚还是逃兵,尚不清楚 虽然此事听起来有些戏剧化 不过历史上,从金门渡海游到大陆投诚的台军士兵有许多 其中最出名的莫过于著名经济学家 中国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 前世界银行副行长林毅夫 林毅夫在金门任职期间,每到夜深人尽时 他就会偷偷收听内地电台 看着对岸的万家灯火 林毅夫总会感觉到心潮澎湃 满怀回归祖国怀抱的向往和期待 但隔在两岸中间的海峡,就像是一道屏障 硬生生将两岸同胞骨肉分离 这让林毅夫既痛恨又无奈 一天,他听说十年前,驻守金门的一名牌长 球渡到了对岸 当时,这名牌长在球渡之前 接口说是要学游泳 向其他人见了蛙鞋 不久之后,就传出了这名牌长 球渡到了对岸的消息 这个故事给了林毅夫极大的启发 让抑郁不得方法的他瞬间豁然开朗 一个大胆的想法从他的心里冒了出来 球渡到对岸 可短短五个字说起来容易 做起来却并不简单 首先就是体力上的问题 而且同时还要防备着随时都有可能被发现的危险 一旦被发现,很有可能就连命都没有了 好在作为一名军人,体力问题倒是不大 他本人就常常锻炼身体 身材高大健壮 而且喜欢打篮球 技术还相当不错 最重要的是,他还是个游泳健将 所以不管是体力还是游泳都不是问题 但该如何做才能不被发现呢? 林毅夫很快想到了一个好办法 也正是如此,他得以成功回归内地 1979年5月16日傍晚时分 也就是在林毅夫任职连长后三个月的这天夜里 决定求渡到内地 他以演习为由下达肖禁令 然后让人将消息传达给沿海港哨 再点名之后 住房在马山波音站的官兵不准出营房 如果发现有人下海游泳 不准开枪,即使听到枪声也不准查看 然后,林毅夫迅速换好衣服 拿着军级证明和相关资料 来到事先采好点的海边 迅速向对岸游去 经过几个小时的时间 他成功在厦门上岸 当时厦门也由我军住房 林毅夫立即挥手大喊自己是来投诚的 然后向我军展示了他的相关证件 这才避免了一场危险的发生 而在金门那边 住军也发现了林毅夫失踪一事 很快所有住军都出动 连夜展开全岛的搜索 甚至在两天之后还展开了演习 但是始终没有找到他 一度以为他已经意外死亡 但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 林毅夫不仅回归了内地 还在日后成为了首屈一指的经济学家 1979年回到祖国母亲怀抱的林郑毅 首先是为了自己改名为林毅夫 此时的他并没有急于投身祖国的建设发展当中 而是选择继续深造 于是三个月后 他先是进入了北京大学 就读经济学系政治经济学专业 在学校里 他以暗熟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和流利的英语口语 迅速在同学中脱颖而出 因此获得了一个出国深造的机会 1980年 刚刚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芝加哥大学荣誉教授的西奥多 舒尔茨来到了中国北大演讲 演讲期间需要一名翻译 而林毅夫流畅的英语口语 让他成为了最佳人选 也正是这个意外的机会 为他打开了通往世界经济学最高学府的大门 林毅夫的表现给舒尔茨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 一次舒尔茨询问他 你想到美国学习吗 在当时 西方国家在经济学领域一直走在世界前沿 林毅夫自然也明白 他回道想啊 他本以为这只是舒尔茨随口的询问 却不曾想 不久之后 林毅夫就收到了美国芝加哥大学的通知书 这让他内心欣喜若狂 能失从诺贝尔奖得主是许多经济学人士梦寐以求的事情 于是在北大毕业获得专业硕士研究生之后 他就前往了美国到芝加哥大学学习农业经济 在获得博士研究生之后 他又进入燕鲁大学 并在1987年读完了经济发展中心博士后 有林毅夫作为榜样 如今驻防金门的台军士兵若希望通过求度来到大陆 自然也可以理解 岛内这波有困难找大陆的操作 其实正说明两岸关系血浓于水的事实 虽然台军驻扎在金门地区是为了盯防解放军 但是站在人文的立场 站在两岸一家亲的角度 大陆愿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这本身也是一种善意 大陆也多次重申 我们愿尽一切努力争取和平统一 其实早在之前的采访中 就有很多台湾省普通民众希望可以和平统一 在台湾省民众看来 与其在美国高价进口武器 不如把这个钱用来购买物资和改善民生上 一枚鸡蛋 台湾省都经常卖断货 甚至呼吁大家理性购买一些鸭蛋 但鸭蛋随后也被卖断货 与此同时 低就业率和时不时的限电问题 困扰着台湾省的普通老百姓 而很多台民众就呼吁 与其愿谁解渴 不如就近同大陆合作 前方台军士兵在抱怨没肉吃 后方岛内民众鸡蛋鸭蛋都消费不起 对此 有岛内学者就抨击民进党当局 故意设置障碍 使得大陆弹无法进入岛内 要是蔡当局能够就蛋荒问题寻求大陆帮助 又何至于此 有台籍代表也直言 两岸统一以后 台湾缺蛋等问题 大陆都是可以帮着解决的 而最近风波不断的金门地区 更是积极寻求融入厦门经济圈 调查显示 金门等地区都明确反对台独 尤其金门对台独的反对率更是高达百分之百 目前金门已经明确要成为永久非军事区 以避免被蔡当局拖下火坑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别忘记点赞分享订阅 你们动动手指对我可是意义重大 就这样我们下期见